嘿大家好我是Simon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全新上市的listing 这个listing我们之前 也给大家拍了几集视频 关于它的整个装修的过程 今天是终于完成了正式可以上市 它的地址就是147号 Frank Rivers Drive 位于Warden跟Steel的交界处 这个位置真的是十分的方便 因为它刚好是在这两条大马路的交界处 从这个房子走路到公交车站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而且跨过马路就有两个华人超市 生活是十分的便利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全新装修的房子 147号Frank Rivers Drive 这个房子我们真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精力以及耗费了大量的财力 去做整个从头到底的一个装修 我一看进门就是一个灰色的入户大门 跟这种白色的形成强烈的一个对比 然后门口是有一个小的closet进来 然后房子整个它的地板和楼梯 厨房全部都做了更换 而且全新的电器 我们在一进门的门廊这边 还有一个小小的powder room 这个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也是全部重新做了装修的 我们再往里面走 整个房子的光线采光户型是非常实用的 整个它的室内面积是有1939尺 这是地上两层的面积 而且采光非常好 大家我们现在在一个正餐厅这边 餐厅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推拉门 你可以走出到后院 而且上面我们做了非常漂亮的吊灯 非常有设计感 加上这个地方显得非常的温馨 然后这边走过来以后 是有一个门可以通向它的厨房和早餐厅的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区域 他早上如果家庭人口两三个人在这里 喝个咖啡吃个早餐 而且那么大的一个bay window 采光这边是从东边的方向都是非常的棒的 然后这边是有道门通向它的后院 在进来以后整个厨房 我们就装修的时候 尽量都是使用这种 简洁线带的这种直线条 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厨房 白色的MDF的厨柜 这种shaker panel 加上黑白相间的这种打 这种叫阔子的 就是10英时的台面 还有这种全新的 这不锈钢的电器 整个厨房 现在下面还做了这种LED灯条 使得整个空间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走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位置 整个楼梯都是全新做装修的 而且我们在没有使用太多 很fancy的东西 基本的大家看到都是直线条的 这种扶手 包括它的柱子 整个空间就显得非常现代 我们从这边走廊继续往前走 这是它的一个叫做living room客厅了 客厅或者是家庭厅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布置 整个家庭厅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同样也是一个 bay window对着后院 然后侧边是有一个推拉门 也是从这个厅我们可以走到后院去的 整个后院大家看到 在我们多伦多的区域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后院 真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LOD的尺寸 长边的话可能大概是140多尺 然后短边的话 大概是有120多尺 所以说整个看来后院 你如果把landscaping做完 其实是非常的实用 下面地下室是完成了 我们最后是去带大家看一看 那么现在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看楼上的空间 在二楼的这个空间我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在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天窗 把整个楼梯间都是造的非常的通透和明亮 像这种我们叫做subdivision house 能有一个这么大天窗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一般我们在看这种三四百万的这种定制豪宅 它才会有这种漂亮的天窗 不然的话普通家庭是没有的 我们进来以后上来以后 先看这个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当时你看到这 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烧木头的fireplace 这种壁炉 但是这个房间因为空间确实很大 而且我们在这个区域的买房的人群 通常都是这种家庭 这个是人口稍微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说这个房间我们就把它直接把它布置成为一个卧室 因为非常多人 真的家里是需要四个卧室的 这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放了一个 大概是个double size的床 其实你放个queen size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同样上面也是有一个天窗在这边照射下来 如果家里人口不多的话 把这个厅设置成为一个阅读或者一个办公室 绝对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边同样是一个大窗户的对着后院的 好我们继续看完二楼的我们先看主卧吧 同样我们二楼也都是使用了这种6寸宽的 engineering hardwood的这种 hardwood走起来是非常的结实 主卧真的size真是超大的 你知道现在我们现在放的一个king size的床 两边还有那么大的空间 而且前面是一个bay window 所以整个户型确实是相当实用 因为附近很多的房子的面积 基本上只有15001600尺 我们这个房子的接近是2000尺了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完全重新做过了 在这旁边是一个这种walking closet 两边可以放置自己的衣服 还有一个窗户对着这个前院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双洗手盆 也是白色这种橱柜 白色的这种10英时的台面 在我的后面就是它的自己的一个淋浴 非常喜欢这种黑边的 然后搭配的这种玻璃 然后shower这种长条形的瓷片 整个设计是非常简洁和大方的 我们继续往后看 这有另外有两个房间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户型都是方方正正 有自己的closet 有自己的窗户 然后我们都是做了全屋的平滑屋顶 然后再加上非常大量的升级的pot line 同样这个房间两个房间的尺寸都是差不多的 整个二楼它是四个卧室非常的实用 再加上它有一个第二个全套的洗手间 这边我们全部做过装修了 包括它地下的瓷片和浴缸 我们都是做过了更换 在多伦多买房大多数的买家都希望有一个完成的地下室 后期不需要再投入更多的费用进行装修了 好今天我们地下室也是全新做完装修的 这边是它的一个洗衣房 里面洗衣机和干衣机都是全新购制的 这边再进来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是作为一个平时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在这里喝喝酒看看电视 不影响到家人的休息 在这个旁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全套的洗手间 有自己的淋浴 这个空间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家里有客人来 或者是有另外小朋友长大了 希望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这个里面的可惜完全实现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Simon的视频 给大家介绍就是我全新上市的一个listing 117号Frank Rivers Drive 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好 前面介绍过了 是位于Warden跟Steel旁边的餐馆超市 都是一应俱全的 然后开车上404 也就是那么大概5到7分钟时间 旁边是两个大路的交汇处 公交车可向南北也可以向东西走 而且我们整个房子进行了全新的装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4点 会在这里举行一个open house给大家的 欢迎大家来参观 不见不散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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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